今天准备了一点鸡肉来做到我们这边的特色早餐 也是大排档很受欢迎的一款宵夜 来切点姜丝 提块中加入姜丝 来点胡椒粉 适量的盐 来点点蚝油 一勺淀粉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加上少许的花生油 再次搅拌均匀 放一边备用 准备几朵香菇 加入温水泡花 准备十个鲜虾 去头去壳 把虾线挑掉 处理好的线虾加上点料酒 来上少许的盐 把它搅拌均匀放一边备用 香菇中准备半锅的清水 盖上锅盖把它烧开 这个时间我们来切一点配菜 提前泡发的香菇切片 准备一点自己喜欢的青菜和撕碎 水已经烧开了 把提前冻好的大米倒进去烧开 冻过的大米包粥容易开花 大米放进去后 调大火边搅边煮把它煮开 烧开后调中小火继续熬 熬十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粥已经煮了十分钟了 米已经变成饭了 现在把香菇倒进去 先熬个三分钟 三分钟后 我们把腌制好的鸡块倒进去 把它搅散 搅散后盖上锅盖 调中火煮五分钟 时间到 把腌制好的鲜虾倒进去 搅动一下煮一分钟 时间到了 加上少许的花生油 加入青菜 适量的盐 来点葱花 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可以了 关火出锅 一道鲜虾滑稽粥就包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这样包出来的粥鲜甜味美 鸡肉嫩滑 每次早餐吃它都要三大碗 öff 낮 にな正iatär 没有 えー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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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吃了三个 爸爸先买了十个 十个和八个有什么区别 超两个啊 你看爸爸眼睛